分两个阶段来跟大家找出柯南办案的一个选股法则 对 没有错 上个阶段当中跟大家报告到我们谷悦涵谷先生 他对于可乘这张股票来看的话有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说到如果就我的观点而言的话 我跟谷先生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或许讲到这个地方 切错一下好不好 对 观众朋友很紧张啊 因为我知道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手上都有联发科也可能都有可乘 事实上过去来看的话呢 我们有特别针对可乘在台南券商的进出去进行一些统计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可乘它的公司就是位于在台南 那外资再准再神我想也准不过大股东啊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台南的券商都是怎么样买卖可乘这档股票的 同样在这张字卡的上半端这个地方是可乘的日线图 下半端这边就是把台南几家重点的券商 它进出可乘买卖超的情况做一个加总 这就有趣了哦 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当时可乘当然在101年之前的话呢 曾经一度出现大涨的行情过 当时就是因为推出iPhone的一个关系搭上了这股热潮 可是随着公司出了一点状况 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大陆苏州厂那个地方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所以股价也出现激烈的回跌 但是近两年的时间又很漂亮的出现走深的格局哦 但是有趣的地方来了 或许我们请镜头拉接一点来看到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往下的绿色柱状体就代表说卖超嘛 你会发现到说 在整个股价攀升的过程里面 投信大幅度的买超背景底下 这个台南的券商不约而同的 拉到相对应高水位的时候 开始来进行卖超的一个动作 当时我记得市场上面全面性都还非常非常看好 可乘也没有亲吻到任何有关输抽厂的问题哦 可是在台南的券商却很密集的做 卖超果然经过两个多月之后 股价就开始出现很明显回跌的走势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来到相对应低点的地方 这里 来到前年相对低点水位 你看他把前面卖出的全数给买回来了 买回来之后真的慢慢回稳上来 整个股价就此又大涨一段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明显集中卖出的现象 其实并没有耶 也就说什么呢 说或许我不能讲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买进或相对低水位 毕竟前面人家台南的券商是买在相对应低档的水位 现在股价已经来到这里 所以我不能讲说它是低或者是还可以买 但是至少在这些有可能是大股东也好 或者是先知先觉者也好 他们没有出现明显卖出现象之前 如果你手上还是有可乘的一个投资朋友 或者稍微可以再观察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更大的利多产生 等到他真有做头迹象或者是看到说明显的控盘者卖超情况之后 再来进行调节也未尝不可 这个是我对可乘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如果就这个股仙的一个看法来看的话 在美国复苏的情况底下 台湾这边是相对会受贿的 尤其在整个资产膨胀的效应底下 那个金融族群它应该是会受贿最深的族群之一 所以我们去看看说金融股 这也是像最近外资所买超的主要标的之一 或主要族群之一 所以我认为说就中长期而言 金融股当然是有它的机会在这里面 只不过就整个折股的方向上面而言 我们还是有一些技巧在这里 那有哪些的方向或技巧可言呢 我觉得金融股做起来大概有四大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整并的题材 第二个的话是在消费的金融这个部分 大陆的消费金融这个部分 第三个是在成交量扩增的情况底下 券商个股这个区块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参股的一个议题 那在这四大区块里面 比如参股议题 今天这个中信金一传出来说 跟对岸的中信金有合作 那整个股价今天就非常激烈的演出 所以在整个参股题材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民营的大型的金控股 是较为有机会 所以包含中信金富邦或者是国泰金 我觉得都可以去参考 那在于说券商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呢 像原富正 这阵子以来外资也琢磨许多 当然也是值得去留心 再回到上一张字卡这边 包含到了说整并的题材 整并题材你就要注意中小型的银行 就不要去买官股银行了 因为现在官股银行整并似乎受挫 所以包含像大众银富邦银安泰银 或中型的寿险公司三厢寿中寿 我觉得都有相对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整个外资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主要都还是集中在像金融股 或者是大型的全资股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观众朋友或许更加关心的 就是在于另外一个方向 内资这个地方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所以刚才讲完了外资 我们就很快的来看看 那现阶段我们本土的资金都在做什么 其实在上半段里面的话 有跟大家分享到 我认为最近这几天的时间 内资有些陆续回笼的迹象 那当然内资也分为两大属性 第一个是内资的法人 比如像投信跟自营商 第二个的话 就是真正存本土的资金 像业内跟实户这些 那我们先来看看业内跟实户 甚至是大股东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呢 我这边又举了几档的股票 作为案例 比如说看到下一张字卡 在于说大股东动向内资回笼这个地方 比如说包含像雷克 聚合 辛利 F会洋 邦特 神机这些 都是有一些迹象产生的个股 举例来讲像是雷克 雷克在做什么呢 雷克他当然是在做 这个被动元件的一个设备厂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线型架构上面而言 这两天开始突破平台整理区域 如果说就整个下降趋势线 把它相连下来的话 他才刚刚突破第二天的时间而已 那所以就整个线型上面来看 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之所以我会去看到雷克 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去直接看到他的券商进出表 这个地方 他的券商进出表出现什么样的 有趣的现象呢 我们看到券商进出表 来 先给投资朋友 先看一眼 再翻到第二页券商进出表 再看一眼 再回去到上一页 第一张这个地方 看出端倪了吗 或许下一个阶段 再跟大家报告到 其中问题出在哪里 OK 那六月一号开始 涨跌幅放宽为10% 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您特别在我们DVD当中 甚至对一些 跳档的一些操作模式 做了一些讨论 对 其实在DVD当中的话 也是同样针对 不管是外资 或者是波段的操作上面 有一些的 做法不一样 对 每个或技巧上面 有跟投资朋友分享 因为不同的族群当中 他们有不同的操作属性 跟惯性 那你一定要了解到说 他们的操作模式是如何 那以去因应未来 整个六月一号之后 盘式的变化 好 主力回来了 在哪些个别股 当然只能点放吧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